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义收入指的是什么呢 广义收入指的是我们的营业收入 包括各类营业外的收入补贴收入等等 那么当然我们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是不是还是以自己的主业为核心的收入来源 对吧 所以主业就是营业收入 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呢 比如说马斯克 对吧 他拿着自己的特斯拉 当然他也在卖特斯拉 但是同时呢 他也拿着剩余的资金 去15亿美金去买了比特币 对吧 那这一部分比特币操作下来 他大赚特赚 那这一部分呢 叫做投资收益 对不对 但是这些东西都通通可以叫收入 属于广义收入 而我们去学这些内容 我们关不关注 你到底是卖房得到的收入 还是卖车得到的收入 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关注 我们更关注什么呢 你自己经营得到的收入 因此呢 我们其实这一本教材啊 他讲的收入都指的是狭义的收入啊 狭义的收入就是指我们的营业收入 是经营 老老实实经营得来的收入 那营业收入里面呢 包括卖商品的 包括给提供劳务的 也包括让渡资产的 总而言之 都是各类日常活动形成的 这么一些经济利益的流入 叫做收入 所以这一点各位要清楚啊 就是我们的狭义的收入 那我们整个这一节教材 我们讲的其实都是狭义收入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场以后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去看狭义收入 它的分类 狭义收入的分类呢 我们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建造合同收入 第二个方面 销售商品收入 第三提供劳务收入 第四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是 已经把它固定到哪一种企业啊 是不是施工单位啊 对吧 实际上是固定到施工单位了 因为只有对于施工单位而言 它才是以建造合同收入 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 所以建造合同收入属于施工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 建造合同收入属于施工单位的主营业务收入 对吧 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那后面的这些部分呢 它是从性质来划分 但是指的是建造合同收入以外的这一部分 那比方说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 像提供劳务收入 提供劳务这件事情 劳务本身 像我们给 给这个业主去做施工 叫不叫提供劳务 是提供劳务还是销售商品 你给业主施工 帮他做限设施工的工程 是不是也是提供劳务 所以呢 本来按性质来说建造合同也是劳务的提供 但是这底下的劳务呢 是指的是主营业务以外的零星劳务的提供 是零星的劳务啊 所以呢 后面的这些部分我们都把它叫做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这个你要区分清楚 但是其他业务收入 是不是属于营业收入啊 也是 对吧 因为你营业收入里面就包括主营和其他业务嘛 好歹都是自己在干活 对不对 并不是说啊 我突然得到了一笔捐款 或者得到了一笔奖励 都是属于我经营得来的 好 那么其他业务收入呢 第一个部分是销售商品的收入 销售商品对于一个施工企业而言 有什么商品可以销售啊 如果你是一个制造业企业 你的主营业务就是销售商品 但是对于一个施工企业而言呢 销售的都是 要么是在施工过程当中 自行加工的一些周边产品啊 周边 那比方说像自行加工的碎石料 或者是商品混凝土 或者呢 各种自行加工的门窗制品 这是属于我们的产品 但是属于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半生的产品 那还有呢 就是材料收入啊 就是一些我买来的材料没有用完 或者说我不想要了 我可以把它去销售掉 属于材料 材料呢 包括原材料 还有低值一号品 周转材料 包装物等等 所以我们的销售商品收入 即包括自己生产的周边产品 还有呢 就是自己买来的原材料转手 好 我们再说提供劳物 提供劳物呢 因为是零星的对外的劳物 所以包括机械作业 这个打一个三角五角星 那机械作业 会特别容易被大家理解为是在让渡资产 那我们说这里面呢 机械作业 关键词是在作业 关键词是在作业 所以呢 是在帮别人干活 你不要搞错了 所以机械作业 机械作业 是连人带机械去帮别人干活 第二种呢 是运输服务 对吧 你额外的给别人提供一些独立的运输 第三呢 帮别人做设计 第四呢 帮别人做产品的安装 第五呢 你还可以帮别人提供一些餐饮和住宿 这些呢 都是我建造合同以外 帮别人施工以外的这种明星的老物 对吧 这叫做提供老物收入 最后 让渡资产使用权 这个地方的资产呢 主要指的是资金 还有呢 一些无形资产 比如说专利技术 然后呢 非专利 那这些东西 就是专利 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以及其他的一些无形资产 这些东西 转手给别人 让别人去进行使用 或者把资金呢 借给别人 让别人去进行使用 所以我们说 这一部分所取得的 其实都是我们的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对吧 这里面发放贷款 我主要取得的是什么呢 取得的是利息收入 所以利息收入 属于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我通过无形资产的 使用权的让渡 刚才我说了 不管是商标的使用 还是专利权的使用 特许权的使用 都是属于让渡资产使用权 所以如果题目问你说 利息属于什么收入 你要知道 是因为让渡了资产给别人 让渡了资金给别人 所以叫做让渡资产使用权 这里面的让渡使用权 不是转让啊 转让就变成卖了 我只是在让渡使用权而已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清楚 好 然后我们再按照主次划分的话 就是刚才说的 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对吧 主营业务收入呢 就主要是建造合同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就是我们说的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和让渡资产使用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部分总结一下 一种营业收入有哪些 如果考试问你 一般来说 他会给你明确 营业收入包括哪些 那当然我们教材呢 写的没有那么清楚 就是说收入 但是指的也是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如何计算呢 就是把主营的 还有呢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还有让渡资产使用权 把他给加起来 第二个 判断某一个项目 到底属于哪一类收入 这个我们要会判断 第三呢 就是各种收入 我们怎么去体现的 特别是利息 利息属于什么呀 利息属于让渡资产使用权 好 我们来看2020年 怎么考的 他说下列施工企业 取得的收入当中 属于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 A 完成施工任务 完成施工任务 这显然是建造合同收入 对吧 属于我们的主营业务 出租自由设备 出租自由设备 这是不是在让渡啊 对吧 这是在让渡我的资产啊 就是因为是什么资产啊 是设备作为资产 设备作为资产 那么我的租金收入就是属于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 还有呢 提供机械作业 提供机械作业 我们说关键词在哪啊 关键词在作业 所以它是属于老物收入 然后最后一个销售建筑材料 是不是属于材料销售啊 属于商品销售收入 对吧 每一个都写能写得出来 那当然这道题绝对没问题 所以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B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收入的确认原则 那这个地方 收入的确认原则呢 主要是从合同收入来谈的啊 就是要签订合同的时候 我们的合同收入如何去进确认呢 我们说企业和客户之间 我们要签合同 所以呢 确认的原则呢 基本都是围绕合同而产生的 基本都是围绕合同而产生的 那这里面啊 我要多说一句话 就是对于我们的收入而言 其实可能很多人对会计不了解 我们说这个合同收入呢 其实对于会计而言啊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过五关斩六将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过五关呢 对吧 没有六将 但是过了五关 那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呢 才把它给寄收入呢 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多交税 所以会计呢 在严谨的情况之下 客观的情况之下 其实呢 我们尽可能的少寄收入 所以我们要过五关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寄做收入 哪五关呢 跟合同相关的四关 还有一个跟合同无关的一关 总共五关 第一关 合同各方已经批准该合同 并且承诺履行各自的义务 也就是说 你得有合同 并且批准了合同 对吧 我用有合同三个字 来代表这些东西 你得有合同 这合同是存在的 第二个呢 这该合同明确了 合同各方和所转让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劳务 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也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合同里面 权利和责任 是不是双方都非常明确啊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还有合同 结果呢 合同里面什么都没说 说了一堆的废话啊 就是那种框架协议 什么都没有 然后就是一堆废话 那这种合同没有意义 我们说有权责 合同里面 权利和责任是明确的 第三 合同有明确的 和所转让商品 相关的支付条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合同里面 是对支付 什么时候支付 用什么形式支付 然后支付多少 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 这个叫做有支付 有支付的条款 这么来去记 然后第四条呢 还是合同 合同具有商业实质 也就是旅行合同 会改变企业未来的现金流的 风险和时间的分布 以及金额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签了这个合同 未来真的是会发生现金流的 对不对 不是签了一个假合同 因为我们实际上经常会有一些阴阳合同 对不对 比如说有的时候买房 那可能为了避税 就给你签一份假合同 这个假合同呢 拿去报了 然后自己和房东呢 又签了一份新合的 这就另外的这个合同 对吧 所以阴阳合同 当年发明兵不就是被爆出来 说签阴阳合同 那这种事其实还挺多 那我们的阴合同就没有商业实质 阳合同才有商业实质 对吧 所以我们要求的你的收入的合同一定得是养合同 所以要有实质 有实质 然后第五呢 是企业因为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呀 是很可能收回 哎 这一句话可能我需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因为向客户转让商品 就是我卖东西 对吧 说白了就是卖东西 然后呢 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什么叫做对价 对价就是卖了商品拿回来的报酬 那有人说你说报酬就好了吗 说收到的钱就好了吗 怎么又给整个对价 整得好像特别的高大上一样 那为什么它叫对价呢 因为你卖了商品以后 你可能获得的是钱 也有可能获得的是同等价值的东西 甚至是服务对不对 以物易物 或者呢 我用我的服务 我用我的课程换你给我的东西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给的东西和收回来的东西 它们价值是对等的 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对价 这个对价有可能是货币 也有可能是非货币的形态 所以这是会计 为什么把它叫做对价 但是对我们而言 我们需不需要说的那么准确 不用 你就只需要知道 这就是它的这个价值 或者说收回的款项 那很可能收回 这句话呢 注意 是能收回 同时呢 是很可能 有没有说一定能啊 没有说一定能啊 各位要注意 为什么不是一定能呢 因为如果是一定能的话 就违反了权责发声制 按照权责发声制 你已经发货了 但是钱没给我 但是我要不要去寄收入呢 我当然要 对吧 只要它是持续经营 那我就可以寄收入 那既然没有拿到钱 我就要寄收入 这个时候能不能够确定 它一定能收到呢 不能 我只能叫做很可能收回 对不对 所以大家注意 不是一定能而是很可能 所以我们叫做能收回 好 因此 如果考你这样的问题啊 一定是考多选题 比较多一点 对吧 怎么记 就这么五个 三五十五个字啊 叫有合同 有权责 有支付 有实质 能收回 三五十五个字 就把它给记住了 好 接下来这一段话呢 就比较的绕口 比较的烧脑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合同 企业呢 只有在不再富有 向客户转让商品的剩余义务 且已向客户收取的对价 无需退回时 才能将已收取的对价 确认为收入 否则 应当将已收取的对价 作为负债 进行会计处理 没有商业实质的 非货币性的资产交换 不确认收入 好 这句话说了半天 听懂了吗 似乎每一个词 每一个字 都是认识的 但是创到一块 是不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呀 这就是我们的会计的特点 换句话说 他真不说人话 当然你也不能怪他 因为我们要说的严谨准确 一定要用自己的专业语言 并且呢 这些语言呢 往往都是从英文的会计准则 因为我们有国际会计准则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 完全一五一十的翻译过来的 所以就会翻译枪很重 意志枪很重 所以你要理解他 那我们把意志枪呢 干脆把它转换成咱们的土话 来看看它到底说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去买东西 或者说 别人向我这买东西 然后呢 交了定金 交了定金 那么交了定金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说 它是属于 哎 交完了定金以后啊 它的特点是什么 它的特点是 如果 旅行了 这个定金呢 是不是就 赚成收入了 对吧 那如果 不履行 那定金退还是不退啊 我们说定金是不退的 好 不履行 定金是不退的 那定金不退 这个时候就代表什么呢 因为你不履行 你违约了 对吧 那我还需不需要给你干活呢 不需要了 东西还给不给呢 也不用给了 因为你只付了个定金 一百块钱付了个定金 我那东西值两万 对吧 东西肯定也不给了 定金也不退了 所以 这句话 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 不再富有 向客户 转让商品的剩余义务 也就是说 我不用再给你干什么事了 然后 且已向客户 收取的对价 无需退回 是不是 你违约了 所以我不用退了 这个就符合前面的这些条件 对吧 符合这些条件 所以说 已收取的对价 也就是我们的这些定金呢 就可以确认为收入 明白这意思啊 明白这意思 所以我们说 两个条件来达到 第一 因为各种原因 反正我不用给你干活了 另外呢 收的钱 我也不用退了 这个时候我们才叫做 可以确认为收入 但是如果我还要退 还要退 还可以退 这时候就叫什么款啊 这时候就叫做 预收款 对不对 那预收款 我们属于什么呀 我们在第一节讲到了 预收款属于负债 各位还记得吗 对吧 预收账款属于负债 预付账款属于资产 所以这属于预收款 因此呢 如果不是这样 否则应当将 以收取的对价 作为负债 进行会计处理 有没有毛病啊 没有毛病 对吧 不用退了 也不用履行了 我记收入 还可以退 我记负债 如果连实质性的 商业的实质都没有 根本就是假合同 能不能确认收入啊 当然不确认收入 所以这几条 给大家解释一下 否则的话 你看着它 你根本不知道它想说什么 好 再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 企业如果和同一个客户 去同时定立 在相近时间内 先后定立的两份 或者多份合同 我们要不要做合并 这件事情啊 我们其实在后面 也有谈到 就是合并和分立的问题 实际上呢 之所以会产生 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 法律这个学科 和会计这个学科 这两个学科 他们之间呢 是会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的 法律这个学科呀 它主要体现出来的是 重刑事 对不对 就是我们每一份合同 怎么签的 就是怎么签的 所以不看刑事 而不看实质 我重刑事 而会计这门学科呢 我是实质重于形式 所以呢 我们重实质 法律重视的是形式 会计重视的是实质 这一点我们要清楚 这是他们的区别 好 这个区别有了以后 那你看 合同是按什么定立的 是不是走法律 所以合同是一种 形式性的文件 那我会计呢 这个时候如果觉得 他们实质上 是一类东西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做 实质性的合并 我可以做实质性的合并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一类东西 好 所以我们怎么做 第一个 两份或者多份合同 如果它本身是 同一个商业目的 然后呢 并且构成了 一揽子的交易 这是不是一种 实质性的东西啊 对吧 实质性的东西 我们可以合并 实质上 就是同一类东西 第二个 该两份或者多份合同 它的对价金额 取决于其他合同的定价 或者是旅行情况 对价金额取决于 其他合同的定价 或者旅行情况 那你想想 那其他合同 一份合同的金额 又取决于别的合同 是不是他们俩 关联非常密切啊 对不对 那个合同签多少 跟我这个合同有巨大的关系 因此实质上呢 也可以放在一块 还有第三条 是多份合同所承诺的商品 或者承诺的部分商品 那么他们构成 规定的单项旅约义务 会计准则里面规定的 单项的旅约义务 所谓的单项旅约义务 说人话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独立的 这个就是要履行的责任 对吧 要干的活 这就是一个活 说白了 所以同一个商业目的 一揽子交易 还有呢 金额是取决于别人的金额 以及同一个活 那我法律上把它分开了 会计上呢 咱们放到一起 种实质 所以这样大家就理解了啊 因为合同种的是形式 会计种的是实质 好 那抓关键词 这种点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呀 下面再来 这一波文字呢 就比较多了 他说企业呢 我们对合同变更 要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合同变更的会计处理 合同变更的会计处理呢 我们说有三条啊 要注意的 文字很多 但是我帮大家去梳理完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说挺简单 好 我们先来说第一条 第一条什么意思呢 现在啊 雷布斯啊 小米 小米呢 要决定干嘛了 要决定 不光是原来是做手机的 现在决定要造车了 雷布斯要造车了 好 那各位 车和手机 是不是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啊 对吧 可不可以明确区分 可明确区分 我简写啊 可区分 还可以明确区分 而且价格有没有联系 你说啊 手机卖一千九 所以我车卖一万九 没有这个关联 对不对 没有关联 所以呢 单独定价 这俩东西可以明确区分 而且又可以单独定价 因此呢 我们把它做什么处理呢 单独合同 在会计操作的时候 我把它以单独合同 进行处理 好 为什么 因为手机和车 根本就不是两个相关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叫做 合同变更增加了 可以明确区分的商品 及合同价款 而且呢 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这个时候 就应该把变更部分 作为单独的合同 进行会计处理 就好比说 原来我跟小米呢 一直都在买手机 现在呢 我突然在合同里面 准备增加 购买未来的小米汽车 对不对 那就做单独的 会计处理就好了 因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可区分的东西 好 第二个 第二条呢 我还是先举例 假设呢 我有一条路 咱们要修一条路 这条路 总共的合同长度 是三十公里 现在呢 修到了二十公里 这部分二十公里 修到二十公里以后呢 业主就叫停了 说 我前面的这二十公里 可以了 你干得很好 我们就直接结算 后面这十公里呢 我要做变更 我路面要调整 材料要调整 我要做变更 所以这个时候 前面二十公里 后面十公里 这个本身非常的清楚 前后非常的清楚 前后非常清楚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 前面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终止 前面已经履行的合同 我们终止 后面没有履行的合同呢 我们做 做新合同 按新合同 进行会计处理 所以这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前面 已完成的 和后面没完成的 是明确可区分 然后前面的终止 后面的呢 我们做新合同 好 所以我们说 如果不属于上面的情况 然后在变更日呢 已转让的商品 或已提供的服务 和未转让的商品 和未提供的服务 是可以明确区分的 这个时候呢 原合同就当做是终止了 同时未履约部分呢 和原合同变更部分啊 合并为新合同 进行会计处理 就是已经前面的合同 我们就当做是这一块 已经完成了 未履约部分 去做新合同 做变更处理 好 最后一种情况呢 也是修一条路 这一条路 假设不是修了20公里 业主才想改 修了一公里 业主就说 不行 我准备完全推翻重来 这一公里呢 我也不心疼 你也别心疼 该怎么算 怎么算给你 咱们完全重来 完全重来 所有的费用 我全部都包了 所以呢 整个这个都要重新修 那这时候就意味着什么 这时候就意味着 我们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 已履约的和未履约的 无法去区分清楚 无法去区分清楚 我们就把整个部分都做变更处理 所以我们说 如果不属于一的情形 而且呢 在变更日 已转任的商品和未转任的商品之间 不可明确区分 所以二和三是不是两个对立的呀 一个可以明确区分 一个不可明确区分 不可明确区分就要把变更部分 来做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来进行会计处理 直接去整体做调整 各位理解了这个意思 好 这是我们的合同变更的三种处理方式 总而言之 如果东西新增的东西完全可以区分 我们说就是单独定价 如果说单独做会计处理 如果说我们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 它是可以区分 那么已完成的 我们就当它完成 随原合同终止 那未履约部分 我们去做新的处理 然后如果是不可明确区分 这时候把变更部分和原合同 来变成新的合同 整体去做会计处理 好 还有两段话要给大家解释 所以各位看 会计我在做什么 不停的都在做名词解释的工作 就是名词解释 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时候 企业已经发生了成本 预计能够得到补偿 应当按照 已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 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而对于某一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企业应当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十点 去确认收入 怎么理解第一段话 第一段话呢 其实说的是 按照正常啊 比如说我们一个工程 我有三年 然后呢 我非常明确 第一年的完工进度 完工的程度是20% 第二年呢 我能够完成50% 那第三年呢 我还剩余30% 对吧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这是完全能够去分清楚的 如果完全能够分清楚 比如说 我是一千万的一个工程 那这个时候 第一年呢 我就是确认200万 第二年呢 确认500万 第三年呢 确认300万 对吧 这就很明确 但是现在跟你说的问题 是说 已经 就是不能去确定履约的进度 我不太清楚 到底有多少比例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按照发生的成本 如果成本 是会给我的 我按成本 来去确认 来去确认 直到履约进度 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所以我按照 已经发生的成本 来去确认 它的这个收入 所以比如说 我的成本 是发生了150万 这边的成本 是发生了250万 这边的成本呢 是发生了 这个200万 那我们按照 成本的这个比例 来去确认收入 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如果 能够 我们能够去确认进度的 我们按进度来 不能够确认进度的 我们按成本来 大概理解一下就行了 与成本能够帮我们去控制 我们在后面谈到完工百分比法的时候 还会讲这个问题 还有呢 对于某一个时点旅行的旅约义务 且应当在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的时候 确认收入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发货 其实就是发货 转让货物 其实发货完了 这个东西就已经从我这儿到了客户那儿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确认为收入 所以这两段话帮大家解释一下 考试倒不一定很重要 但是帮大家稍作解释 好 我们这部分呢 分为三种考法 第一个问你 什么情况下我能够确认收入 是不是那五个呀 有合同 有权责 有支付 然后呢 还有这个有实质 对吧 最后一个能收回 什么情况下跟同一个客户签订的多份合同 可以合并呢 我们说看实质 实质上是一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合并 什么一揽子交易呀 价格能够取决于对方啊 还有呢 我们是属于单项履约义务 还有不同情况下 合同变更应该如何处理呢 我们说如果 手机和车 那完全不同 我们按照单独的合同去做处理 如果是履约进度 就是未履约和已履约的部分 能够明确区分 那么我们未履约部分 做合同的单独处理 会计处理 然后如果是不能明确区分呢 我们就整齐把变更部分 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 来做会计处理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怎么考的 2019年 当企业和客户之间的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可变对价后续的变动 那么而且呢 合同变更增加了 可以明确区分的商品和合同价款 同时呢 新增合同价款 反映了新增商品的单独售价 那这个时候 变更部分应该如何处理 这是第几种情况 是不是小米的情况 对吧 手机和车的情况 所以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直接做单独的合同处理 所以做单独的合同处理 正确单是B很简单